这段时间,美国一直在世界上搞出很多幺蛾子,让世界各国都目瞪口呆。 美国的动作真是勋雷不几眼儿,尤其是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以后,美国的政策与奥巴马时期的政策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包括奥巴马为美国留下的伊核协议,也在特朗普上任之后被取消了。 而特朗普的疯狂行为还不止这些,竟然对其盟友也发起了贸易大战,让盟友国家都无法接受,早报应了,此小国传先向美国开枪。 特朗普,佩大了巨席,快速奔跑到达自由人生。 在本月的8号到9号之间,西方发达国家,召开那七国首脑的会议。 在这场会议中,应把德的六个国家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了批判,好好的接期峰会,就变成了批判大会。 而这场会议,也让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越来越糟糕。 因此,欧盟等国家也决定在7月初将开始对美国也进行制裁。 在欧盟等国家制裁还没有开始之际,有一个小国却率先的向美国开火了。 据报道,近期,印度的政府宣布,印度将不再对美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进行紧税处理,将按照正常的标准进行收税。 大概有30多种商品,价值2.4亿美元。 特朗普说,加一散是565858吧,带你踏上每周入伍为数的高铁财富列车。 这对美国来说可是当头一棒啊。 毕竟印度这些年逐步的与美国开始亲近,如今却突然背后捅美国的刀子,的确让美国损失。 请画一窗影片的手法记者担当内,努力尔子质机,向美国之间的确保守所封求有关一般。